下来的电影是2021年这样的恐怖片 电影审查员 故事的时间是令在录影带盛行的时代 女主舒芬是一名电影分级审查员 工作就是看电影 然后根据影片内容进行分级 根据1984年的录像法案 录像制品要经过审查分级才能进入市场 这天舒芬被交到经理办公室讨论 原来几个月前放了一起命案 凶手杀其后吃掉了气子的脸 凶手生成是一部电影激发了他吃气子的灵感 而这部电影就是舒芬和他同事审查的 不知为何媒体知道了舒芬神的片子 他们在留媒体上对舒芬的不专业 进行口诛笔伐 因此导致他声名狼藉 经常接到莫名的骚扰电话 第二天上班时 记者躲在电视台门口将对舒芬经采访 舒芬眼面急匆匆躲进办公室 就在他努力平复心情的时候 红部片导演道格来到公司 道格感谢他让自己的片子过神 言语中透露出对他的欣赏 说他可以当自己下部的电影主角 但舒芬对在荧幕上露脸并不感冒 礼貌回绝了道格的好意 道格走后 舒芬和小黑来到神片室工作 这次他们要神的电影叫别去教堂 剧情是一对姐妹在森林里游玩 他们看到一个黑漆漆的小木屋 妹妹觉得阴森恐怖 劝姐姐回去 可姐姐非要进木屋探险 结果小木屋里有恐怖的沙安魔 妹妹被沙安魔惨人杀害 姐姐替妹妹报仇 将沙安魔砍得齐烈把扒 舒芬也有个妹妹 小时候在森林里玩耍时 妹妹失踪了 寻找妹妹成了她的心魔 回家走在地下通道里的时候 她听到小儿的哭声 疑惑地叫了两声 就没有人回答 回到家后 她给妈妈打电话 告诉母亲今天审片子 说里面的情节 跟妹妹失踪很像 妈妈劝告女儿 别因为工作 把自己的身体拖垮 新闻报道的是他们看了 不怪她 让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话了电话后 舒芬看着正的笔记睡一睡 睡梦中 她回到了白天审的那部片子 妹妹和她成了电影中的主角 醒来后 她觉得电影中的妹妹 跟自己的妹妹很像 于是第二天上班 她就去公司的答案室 找那卷别去教堂 然后带回家观看 着落寞的舒芬相信 电影中的女演员 就是自己失踪过年的妹妹 她觉得妹妹在召唤呢 于是连夜去找导演 打听女演员的下落 导演不是别人 正是欣赏她的道格 看着深夜来访的舒芬 道格以为幸福来敲门 毕竟做导演半辈子了 有不少想要出名的女人 用身体换一个角色 道格为了让舒芬相信 自己又捧她的实力 让她显摆自己拿到的奥斯卡 金棕驴等数十个奖杯 舒芬向道格打听 别去教堂里的女主角 道格误以为她在吃醋 于是对那个女演员一顿贬低 同时许摸 只要她满足自己 她就是下部电影的女主角 然后就急不可耐的 想要替她宽衣解态 舒芬像个刺猬似的剧烈挣扎 道格没有放弃 想要霸王硬上弓 但她一个风筑残年的糟老头 怎能是正直壮严的舒芬对手 很快就被舒芬扑到 蒋被刺穿道格的后脑勺 从她嘴里伸出 道格就这样狗带了 看着惨死的道格 舒芬努力平复自己的心境 安慰自己是她咎由自取 回到家后 舒芬陷入深人的恐惧 怕警方随时会找到她 第二天 听同事说别去教堂再拍续集 为了完成对妹妹的执念 她从送来的电影被案中 找到续集的拍摄地 然后连夜赶到拍摄地点 续集换了女演员 化妆师误以为 舒芬是拍戏的新演员 于是把她带到化妆车上化妆 化好妆后 舒芬走进森林 找到了新片的导演 问导演艾丽丝在哪 第一部的剧情是哪来的 导演以为她是艾丽丝的粉丝 见她不是很投入 便不停地用言语刺激她 说了那场戏 就受到真实故事的启发 她所有的想法都来自现实生活 导演的话更让舒芬堵定 艾丽丝是她丢失的妹妹 在导演的刺激下 舒芬此刻完全融入到了剧情中 她来到木屋 看到沙摩在伤害自己的妹妹 以为这一切是真的的舒芬 灰漆斧头 就把沙摩劈了 女演员艾丽丝吓得惊声尖叫 寻找妹妹的心魔 意外杀死道哥的害怕 因为审片被网报的压力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舒芬眼中 男演员肚子上的伤口 变成了一张人脸 嘲笑说我就是恐怖 舒芬愤怒地将男演员剁上了肉馅 艾丽丝呵问舒芬在干什么 听到动静的导演走了进来 舒芬冲导演咆哮道 是你干的 都是你的错 完了就把导演也砍了 然后追着艾丽丝跑进树林 艾丽丝吓尿了 以为她也要杀了自己 舒芬看着她叫了声妹妹 说自己不会伤害她 艾丽丝看着她说 你杀了理查德 舒芬连成否认 说她想伤害你 艾丽丝哭着说她是我朋友 舒芬说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你 艾丽丝看着靠过来的舒芬说 你疯了 这不是真的 舒芬一遍遍强调自己是她的姐姐 艾丽丝骂她有病 称自己有姐姐了 然后就爬起来跑了 舒芬看着离开的艾丽丝哭诉道 你就是她呀 求她快点回来 这时一道光照向舒芬 舒芬唤养着妹妹回来找她 然后带着妹妹快快乐乐的回到家中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但镜头的闪烁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幻觉 电影就此结束 电影审查员的定位是恐怖电影 但设定下却是另类的电影情书 加电影审查员的走火入魔 整部电影的氛围也是迷幻又神秘 我们随着女主角时而陷入电影中 时而在冰冷无缺的限制中 时而让我们产生疑惑 时而在回忆幻想里迷失了自我 好了 今天电影就上了 谢谢观看 拜拜